Phil Dunphy 花了一整季都沒有修好的樓梯說過 有任何地方就有drama 有drama的地方就有coma的招 我是... Janny Jackson 呵呵 阿不我是... coma TLC 我說的不是那個 I don't want no scrub A scrub is a guy that can't get no love from me 的古早女團TLC 而是著名的紀錄片頻道TLC 你們知道她的中文譯名是旅遊生活頻道 聽起來很正常 人畜無害對吧 但在這裡你真的可以見到最光怪陸離的人類 這麼講吧 如果有一天TLC要開始播 就是在媽媽肚子裡面就開始抽菸的新生兒的紀錄片 我都不會感到驚訝 而我們今天要聊的網紅呢 就是 一對在TLC頻道上面連載了三季 而且每集都有數百萬人觀看的 體重加起來超過了900斤的暴食網紅姐妹花 Amy and Tammy Slayton 劇透一下這對姐妹的近況蠻讓人唏噓的 Amy and Tammy Slayton 是一對生活在美國坑塔基州的網紅姐妹 Amy呢是這位 也是姐妹裡年紀比較小 體重也比較輕的 Tammy呢是這位 大家是不是分不清 沒關係我一開始也分不清他們兩個人 兩人呢其實在拍TLC的真人秀之前 就已經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早在2014年兩人就開始經營起自己的YouTube頻道 雖然他們的影片一直都是非常的粗糙 也沒有什麼剪輯 但光是他們本人就已經足夠引人注目了 所以發布影片沒多久 他們的一支影片就登上了YouTube的熱門 在2014年的11月11號 姐妹倆發布了一支影片 Chubby Bunny Challenge 在這支影片裡呢 姐妹兩人玩起了一個遊戲挑戰 就是他們要把棉花糖塞進嘴裡 然後不能吞掉 接著說出Chubby Bunny 然後重複這個過程 看誰能夠堅持到最後塞進最多的棉花糖 其實也不是什麼很糟糕的挑戰啦 但我沒有堅持看到最後 因為他們後來從嘴裡面 吐出棉花糖的畫面 Umm... It's disturbing 但說實話 只是畫面比較烈奇 他們兩人也沒有做什麼壞事 但是影片卻收穫了大量的負評 尤其是針對他們姐妹二人的外表 對於這點我還是非常同情他們的 首先這樣極端的身材 他們不規律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肯定不應該被鼓勵 但輿論應該做的不是對他們的外表惡言相向 而是鼓勵他們擁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過姐妹倆依舊從這支爆款影片裡收穫了不少的粉絲 因為有許多人覺得他們很真實很做自己 然而 剛收穫了第一批粉絲的Slayton姐妹兩人 卻在剛成名後不久就惹上了爭議 在2015年的4月27號 在頻道訂閱剛達到1000的時候 妹妹Amy Slayton就建立了一個GoFundMe的頁面 並且發布影片說 希望從粉絲那裡籌款1萬美元賣新的電腦 是的1萬美元 他還說這樣做是為了帶給觀眾更好的影片 Well首先1萬美元也太多了吧 就算是外星人筆記本也花不了1萬美元吧 而且性能很好的MacBook 1000美元就夠了吧 你們要的這1萬美元真的都是為了買電腦嗎 但他們畢竟沒有像Tanamojo那樣用劣質的產品去欺騙自己的粉絲 他們還是蠻誠實的告訴我自己的觀眾 就是籌款的目的就是為了買電腦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這個Drama還好啦 不過仍然有不少人覺得 這對姐妹是在濫用作為Youtuber的特權 許多人甚至在評論裡面說 他們應該像普羅大眾一樣去找個工作 而不是利用自己網紅的影響力好吃懶做 畢竟大家的錢都不是大風吹來了 當然以他們的健康狀況來看 站起來都很困難了 還要找一份全職工作 確實有點不太現實 在被許多觀眾批評後 妹妹Amy發布了一支影片 想為自己澄清 她說自己已經把那支籌款影片下架了 並且說 那個籌款買電腦並不是她的主意 而是她的一個朋友讓她這麼做的 姐妹倆惹上的第二個Drama 是在2017年年初 有網友發現了一張Amy的Mugshot Mugshot要怎麼翻譯 入獄照 就許多人在逮捕後會被帶進警局拍的照片 於是Amy就在2017年的2月14號發布了一支影片 回應網友們的質疑 她說自己並不是想要刻意和觀眾隱瞞自己的過去 在以前的影片裡 她也承認過自己就是曾經被逮捕過 這件事情發生在2010年 當時23歲的她剛剛辭去工作 從小帶她長大的外婆也剛離世 於是她在沃爾瑪買東西的時候 看到一本書很想要 就把她放進了自己的包裡 可是在她打算離開商店的時候 情報卻響了起來 工作人員攔住了她問她 是否拿了什麼東西忘記付款了 她說沒有 還說不然我的包給你檢查 結果工作人員一眼就看到那本書 Amy一開始還想狡辯說 不是啦這本書是我在別的店裡買的 然後工作人員就帶她去檢查監視器 結果就 最後工作人員打電話叫來了警察 警察呢把她帶回了警局 並打電話叫她老媽接走了她 她就這樣在監獄裡面關了兩個小時 最後警察也沒有正式起訴 但是她必須繳納400美元的罰款補償商店 而她拿的那本書的價格是8美元 當然她在影片裡始終有規勸自己的觀眾 不要像她一樣做這種傻事 她也很後悔 就是年少時一個非常愚蠢的決定 給她的人生帶來了這樣的污點 然而這個drama還沒有過去多久 Zlayton姐妹卻再一次陷入了輿論的風暴 在2017年的4月10號 Amy Slayton發布了一支影片 講述自己昨天的一個糟糕的約會經歷 Sorry想到這個故事我就超想笑 事情的大致經過呢是這樣的 在2017年的4月9號 Amy在Facebook上認識了一個 叫Jerry的19歲男孩 當時她已經30歲囉 兩人決定到當地的一家麥當勞約會 這個Jerry是有自閉症的 所以平時也不怎麼和陌生人接觸 不過兩人當天的約會應該還是蠻順利的 因為他們不僅相伴遊玩附近的幾個小鎮 還決定當天就在汽車旅館裡面一起過夜 Amy在影片裡說Jerry向她坦白說 自己還沒有那方面的經歷 Amy很吃驚於是決定幫助她 體驗這個很重要的人生經歷 結果呢在Amy給她的脖子上種草莓的時候 Jerry覺得Amy下口太重了 感覺把她的肉給咬下來了 於是她希望Amy停止她的行為 結果Amy並沒有聽她的話 繼續朝她的脖子啃了下去 於是Jerry就把Amy給推開了 並且打電話給自己的朋友 讓他們來接自己 把Amy一個人晾在了汽車旅館裡 離開汽車旅館之後呢 Jerry在Facebook上發布了一條動態 他說當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說 我不喜歡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希望你停止這樣做 他說自己不喜歡被人很用力地咬 但那個女生卻依舊在啃她 然後Amy非常生氣地在底下留言說 JerryXXX以及你小到不能再小的 小兄弟 Go get a life 然後Jerry的朋友又在底下留言回罵她 整件事就超級奇葩也超級好笑 但是更過分的是 Amy後來還曝光了這個男生的Facebook頁面和電話 讓自己的粉絲和觀眾去問候她 結果沒多久 縣市報就來了 在不久之後呢 Amy和一個叫Jami的男人約會時 Amy的粉絲也找到了她的社交媒體帳號 給她發出了很多也不算問候啦 就是很多很繁瑣沒有意義的訊息 說什麼 啊你要對Amy好一點喔之類的話 那Damian就覺得自己的人生被打擾到了 於是就和Amy分手 然後Amy就發影片怪罪自己的粉絲 去打擾自己約會的男生 導致男生和她分手 然而她最大的爭議是直到2018年 一個名叫Premic的Youtuber發布影片 曝光這對姐妹後才被網友們數值 原來在2015年的4月 妹妹Amy發布了一支影片 在影片裡她非常擔憂地抽氣到 她說 姐姐Tammy昨天在浴室裡面滑倒了 結果第二天起床的時候發現自己不能夠呼吸 在叫來急救車把她送往醫院後 發現Tammy患上了肺炎 在醫院時她的情況不斷惡化 最終她整整昏迷了三週半 期間她都只能依靠機器維生 Amy就擔心姐姐Tammy會就此離去 於是就建立了一個勾放密的頁面 她說費用將會用來支付姐姐Tammy的葬禮費用 因為Tammy的身材確實易於常人 只能訂做一個三倍大的棺材 那粉絲們當然是非常的著急 也非常擔心Tammy的情況 根據Premic的說法 當時就籌集到了超過一千美元 雖然原影片已經被下架了 但是根據粉絲們的回憶 根據Amy當時的說法 就好像Tammy已經命不久矣了 但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是 幾週之後呢 Tammy不僅再次出現在了影片裡 而且繼續著她那非常不健康的飲食習慣 一開始網友們還覺得 那Tammy沒事就好啊 但是越想越不對勁 因為捐的錢不僅沒有退回來 在鬼門關走了一遭的Tammy 也沒有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還記得就在同一時間 Amy還建立了另一個勾放密頁面說 他們想要換一台電腦嗎? 結果不久之後粉絲們就發現 Amy的新影片裡 果然出現了一台新電腦 所以很多人就質疑 Amy把他們捐給Tammy治病的錢 拿去買電腦了 由於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多 Amy不僅把原來的求助影片給刪掉了 還聲稱自己把錢都轉給了自己的老媽 但是她依舊沒有拿出什麼證據 比如轉賬給老媽的銀行帳單之類的 在一支影片裡她還說 如果你們後悔捐款的話 我很樂意把錢退給你們 當然這也只是說說罷了 她並沒有退錢 講到這裡大家或許會覺得 這些Drama幾乎都是妹妹Amy惹出來的 那姊姊Tammy呢? 事實上姊姊Tammy也很不少Amy的行為 一直以來她也被認為是姊妹裡比較無辜的那一個 於是在2018年的3月1號 她成立了一個自己的頻道 打算與妹妹Amy分道揚鑣 在5月21號發布的影片裡 她曝光妹妹Amy說 自己從來就沒有想要粉絲捐款 她也非常不贊同Amy的做法 葬禮事件完全都是Amy一手策劃的 許多粉絲們也覺得Amy是個Evil Sister 然而Amy Slayton的醜聞還不僅於此 很多粉絲發現 他們在購買這對姊妹的周邊商品時的支付程序很奇怪 就是他們的商品頁面上顯示的不是支付 而是捐款 原來根據美國的法律 慈善捐款是不用繳稅的 而姊妹便是通過這樣的手段來避稅 而且還有人發現這對姊妹 至今都還領著政府提供給那些 不能夠工作的殘障人士的救濟金 但是他們明明就有收入來源 而且他們賣的周邊商品也被曝光 許多幫助他們設計這些商品的藝術家 都沒有收到任何的付款 這些藝術家們在IG上曝光這對姊妹之後 也被兩姊妹直接拉黑 不過就是這樣一對劣跡斑斑的姊妹 卻在不久之後成為了全美家喻戶曉的真人秀明信 在2020年的1月1號 TLC播出了Slayton姊妹倆真實人生的紀錄片 節目一播出就在全網收穫了數千萬的觀看量 至今已經播出了三季 而且應該會繼續續訂 不過也正是這檔節目讓姊妹倆的口碑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轉 在節目播出之前呢 粉絲們一直都覺得Amy和Tammy兩姐妹裡 姐姐Tammy是比較無辜的那一個 甚至覺得之前那些通過葬禮騙錢 不支付藝術家的勞務費用 都是妹妹Amy瞞著姐姐做的 可是節目一播出 姐妹倆的口碑卻發生了翻轉 這檔節目的主題都是圍繞在他們一家的生活上 節目組找來了一個很棒的醫生 來幫助他們姐妹和他們的哥哥 走出超重的人生 擁有更健康的身體和生活方式 但由於他們三人實在是太重了 必須先通過飲食和一些簡單的運動 減去一些重量然後才能夠進行手術 妹妹Amy和哥哥Chris都在醫生的建議下 遵守了醫生的指導 最終減去了100多磅的體重 Amy甚至在減重之後呢 與丈夫Michael剩下了一個超級可愛的寶寶 夫妻倆還一起搬進了新的房子 生活似乎都在走向正軌 而姐姐Tammy卻沒有任何的改觀 三季節目下來她的情況似乎越來越糟 在前兩季的節目裡姐妹聊的感情還算比較好 妹妹Amy也一直照顧著姐姐Tammy 但自從生下了寶寶之後 Amy也承認自己把生活的重心 逐漸轉向了自己的家庭 但是這一改變卻讓Tammy非常的不滿 她不開心Amy搬住了家裡和丈夫孩子居住 更不開心兄妹三人裡只有她自己的體重減不下去 於是在第三季的節目裡她的脾氣越來越暴躁 指控身邊的人都不關心她 在一家人出去旅遊的時候 每天都無緣無故和家人吵架 前兩季的節目裡觀眾甚至會覺得 Tammy是姐妹裡比較富有同情心的那個 但是到了第三季Tammy卻完全變成了一個 眼裡只有自己根本不關心他人 永遠只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的自私自利的人 而她的感情生活也非常的Dramatic 先是被曝光和有父之父約會 然後又在網戀對象的慫恿下 顧自己的身體健康繼續大吃大喝 醫生要求她在三週之內減重25磅 結果她反而增重了21磅 因為她找的這些網戀對象都是一些對操縱人士有著莫名迷戀的人類 他們不希望Tammy健康 甚至希望Tammy越胖越好 才能夠滿足他們詭異的需求 還有一次她甚至找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女朋友 結果發現對方只是在用假照片來騙她 原圖呢是IG上的一個網紅 而這樣的表現自然是不會贏得觀眾的喜歡 直至第三季節目的播出 Tammy也徹底成為了許多人眼中的反派 其實對於Slayton姐妹 我個人還是比較同情她們的 包括許多歐美的觀眾 她們其實也都是這樣的態度 哪怕是第三季節目裡那麼難伺候的Tammy 許多觀眾只要她的社交魅力帳號一週沒有更新 都會馬上私信她的妹妹Amy 關心Tammy的健康狀況 擔心她是不是出事了 我甚至能夠理解就是Tammy 她在第三季節目裡面的心態轉變 節目裡面有很多次提到了她有很嚴重的心理疾病 加上看到自己的哥哥和妹妹都成功的減重 並且過上了更好的人生 甚至都有了非常支持她們 非常有愛的伴侶 但她自己的人生卻果足不前 甚至體重還越來越重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她的心理壓力有多大 但這都不是對幫助你的人二言相向的藉口 說實話別人再怎麼想要幫助你 但你自己都不去努力 不去做出任何的改變的話 那都是徒勞 今年年初她再次因為身體健康被送進了ICU 而這已經是她在鬼門關裡走的不知道第幾糟了 她的妹妹Amy和哥哥Chris甚至都覺得Tammy已經完全放棄了人生 就打算這樣一直擺爛下去 直到去往另一個世界 我雖然不喜歡她們兩姐妹 但是我還是希望她們能夠成功的減重過上更健康的人生 OK這就是今天的故事 Bye